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业于北大 这是我的搭档王周霄 来自隔壁的清华 2022年3月18日 距离中国空间站过境北京 还有30天 在我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的关键之年 我决定用30天时间 自己编写一套跟踪程序 拍摄我们中国空间站的特写影像 三天后 我就设计出了第一版程序 可以跟踪拍摄出 400多公里外 以8公里每秒高速飞行的 国际空间站的特写影像 首次尝试跟踪 我的望远镜却走出了 让人无法理解的轨迹 我的整个望远镜 是在水平移动为什么 它几乎没有怎么往上走的 望远镜已经不知道 找哪了 我放弃了 你要抓住 为什么抓不住 为什么速度这么慢 坏了 叫人已经坏了 我估计这次又找不着了 把那个证号号的问题出问题 我程序明运和昨天是一模一样的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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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失败了 失败了就失败了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人也看到了 我这个就今天就是来失败了 正常的 每一个程序缺陷的暴露和改正 都让我离成功越来越近 好 它来了 它来了 我等它过来 我等它过来 可以 可以 我看到了 它在我望远镜里 跟踪了 跟踪了 跟上 对 这个非常稳 非常可以 这个曝光也是非常合适 耶 2020年4月3日 在启动开发程序后第17天 我第一次成功跟踪了 国际空间站 完美 在我自主程序开发后的 第30天 中国空间站过境北京 我终于迎来大考 今天去延庆挑战 拍摄中国空间站 我打算进一步改用 更小的一个画幅 这样对我的跟踪进度 要求更高 此时 中国空间站 正处于最小构型 比国际空间站按几十倍 是否能被我的程序 准确识别跟踪 我仍然没有把握 现在27 29分的时候 我们开始开记录 我现在开始录制了 可能现在羊鸟还比较 有了 有了 我看到了 开始跟踪了 开始跟踪了 跟上了 跟上了 稳 稳 稳 我的程序完美运行 中国空间站被稳稳地捕获在画面中 天河恒星舱的节点舱 小柱段 大柱段 柔性太阳翼 机械臂 还有对接在后向对接口的天舟三号 全都清晰可见 可以 可以 爆竿三十天 我的心愿终于达成 接下来 中国空间站还将继续扩容 7月22日 我带着自主研发的跟踪程序 和50公斤设备 踏上了追逐问天实验舱火箭发射的旅途 作为中国空间站第二个大型永久舱段 问天实验舱加入空间站组合体 是中国空间站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10秒 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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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空间站再次过境文昌 我想抓住这个难得机会 拍摄最新鲜的问天实验舱 一分钟准备 R5C开机 R5C开机 这个时候最紧张 好 帮我牧师注意那个方向 来了 来了 走 等他跟到摄像中间 我再问T 完美 完美 成功 成功 我在月亮旁边看到了中国空间站 问天加入 中国空间站又长大了 经过几个月与重重记住难关的斗争 我也感受到自己的成长 记录中国空间站从最小构型 到完全体的成长历程 这个承诺我一定会兑现到底